德国人拆特斯拉Model 3,发现总成本要2.8万美元。 德国杂志Workshafts Walk发表文章,说德国一家汽车工程公司拆解特斯拉Model 3电动汽车,工作已经完成。 为什么啊?多浪费啊?人家只是想研究研究美国人用了什么技术。 之前我们就听到过报道,说一些与特斯拉竞争的企业购买Model 3,想研究一下底层技术。 好吧,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,言归正传。 德国杂志说,德国工程公司从二手车市场购买一台Model 3,测试然后拆解,想知道具体成本是多少。 成本分析师算出一个结果,特斯拉Model 3的潜在总成本可能要2.8万美元,总成本分成两部分,一是材料和物流成本,要1.8万美元,还有就是劳工成本,大约1万美元。 德国工程公司一名测试工程师认为,如果分析准确,特斯拉汽车能获得不错的利润。 他还说,如果特斯拉真的达成目标,每周生产1万辆Model 3,那么公司的账面业绩会好看很多。 汽车企业造车真的不赚什么钱,Model 3的利润率已经不错了。 马斯克曾经说过,Model 3现在的出货点还是太低了,如果只是将重点放在3.5万美元的Model 3上,也就是最便宜的版本,那么公司会亏钱。 所以,特斯拉会重视更贵的版本。 总之一句话,如果特斯拉可以大壮提高产能,Model 3就能赚到钱。 客户已经预定40多万辆Model 3,这些汽车还没有交付,所以需求根本不是问题。 我们下期待。 我们下期待。